两会期间 成都在建设全面铁线新发展理念城市进程中所取得的成绩 引来了人民日报 新华网 央视网等国内外媒体的密切关注 下面进入中外媒体看成都时间 3月14号 人民日报刊发题为 成都用文化为城市升格的报道 文章说 平日里博物馆和书店就是成都市民爱去的地方 观展看书购买文创产品等 已成为一种习惯 融入成都市民的日常生活 成都无疑是座文化氛围极其浓厚的城市 当前成都正大力发展文创产业 后继千年的文化温度 释放出天赋文化的澎湃力量 成为这座城市历久弥新的人文魅力 3月13号 国际在线报道 大国芬芳 人物首会曝光华福盛景 还原盛世之美 文章说 3月20号到3月24号 我国首部以酒为梅的大型传奇诗乐舞 大国芬芳 即将在四川省成都市锦城艺术宫 辉鸿首演 传承大国文明 谱写盛世气象 彰显文化自信 3月12号 新华网分别刊发报道 四川宜宾南宋水下石刻提记 显露真荣 记载诸葛亮南征民间传说 川西新农市土壤改良结田果 文章指出 3月农忙时节 在蒲江县甘西镇建塔村 村民一大早就来到自家果园里忙着 翻土剪汁 忙得不以乐乎 与此同时 土壤改良 让农民们真正尝到了甜头 消费者也吃上了更加可口的甜果 3月12号 央视网报道 糖酒会首次遗失西博城 展示环境更上一层楼 报道 第98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 将在成都市的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 展览展示中心 与广大食品和酒类行业人士见面 会期还将开通专线直通车 转运百度车等 满足参展参会客商的交通需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